就是不一樣 他其實就沒有統一 這是很頭痛的 你們可以找找看有沒有更好的說法 我到目前為止 我還是 這部分的話就是只能靠 記憶的 那沒有更好的方式你就先這樣記 他有沒有更好的說法 看看那個 Google那邊 如果有同學 比較有時間的話 可以再看看 他有沒有一個 為什麼是click 為什麼是slate 因為這個問題也是常常同學問到 他為什麼不同意一下 乾脆以後就slate就slate就好了 OK 那其他的話 還有就是說要實作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方法 因為他是一個什麼 BaseAdaptor是一個抽象的類別 抽象類別你繼承他的話 你就一定要去實作他的方法 這個觀念也是Java的觀念 如果各位對Java這部分 怎麼叫抽象類別不熟的話 請各位回頭看 Java 章節裡面的那個 抽象類別的那個章節 OK 那一般抽象類別指的就是說 他有 有方法 但是卻沒有實作 那由誰去實作呢 由繼承他的 繼承他的那個類別 去實作 所以呢 Eclips很聰明 他會知道說裡面有幾個 就是說 你繼承他嘛 他會去偵測 你爸爸 開了幾張支票 你當兒子的 你就要去還這個債 OK 我這個是打個比方啦 我不知道這個 恰不恰當 不過感覺這樣理解 大家會比較清楚 不然以前 很多同學 一看到抽象類別 這幾個字就覺得非常的抽象 而且真的用起來又覺得 這是什麼 怎麼會這樣 還要什麼 方法 又是類別 又是物件的 搞得 昏天暗地 那實際上 他的觀念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設計啊 主要的原因其實就是 如果你大型專案啊 如果我是一個Leader 我就是都做抽象類別就好了 那你底下的人 你就要follow我的 規則 你就繼承我的抽象類別 我要幾個方法 你就照我的方法 我就是要你給我 比如說這邊有四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給我什麼 給我總共幾張 那第二跟第三我們用不到了 啊不是 第二View 給我一個View View的話就ImageView 然後後面兩個暫時用不到 這兩個到底什麼樣用途 我們後面如果用到的話 我們再來看 好像也會用到 有一個GetItem 跟ItemID 這部分好像後面 等一下那個範例好像會用到 那我們 定義出來之後 你就follow我的 你要有點像問答式的 你就告訴我 我就 再把 你要的比如說幾張圖 我就放在Gallery裡面 就會有幾張嘛 比如說 預設子就是 陣列的長度 那我就用那個 ImageIDs.lex 取得總共六張 那如果是Gallery 它有無窮輪播 對不對 所以你就給它一個 Integer.max Value嘛 你就是給它最大二十幾億 一定不會超過 然後再用什麼